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人老了就只能守着家 平平淡淡过生活吗 接下来这个故事会颠覆您的想象 在台中厚里 有一家70年历史的万秀洗衣店 老板夫妻被称为全台最时尚的野奶 原来是他们的孙子 用店里没人领回的衣物 替他们做骨折造型穿搭 并且拍照分享在网路上 吸引许多粉丝追踪 万杰阿公和秀儿阿嬷 生活也变得丁纷 更加有朝气 万秀推广就衣永续价值 这样的理念吸引了果陀剧场 邀请他们担任活化历史新制的服装设计 两个团队如何携手 延续长辈们的生命记忆感动人心 一起来看 台中后里开了七十年的洗衣店 看似平凡 却让国内外媒体真相报道 将这些无主的服饰整理起来 帮阿公阿嬷搭配 穿起来拍照 铺上网路意外引发话题 最一开始就是我就坐在这个客厅 然后我就看着 上面的衣服 然后想说 为什么人家不来拿 那与此同时我就转头看 然后看到阿公阿嬷他们好像 失去了很多朝气 那那个状况之下 你会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然后所以我想说 不然这个衣服其实很多嘛 那搞不好用这个衣服来拍照 会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 三十二岁的张瑞夫和弟弟瑞文 由阿公阿嬷一手带大 而洗衣店 如同孕育他们成长的摇篮 但岁月渐渐洗去长辈们的朝气 直到那一天 最熟悉的场景里 瑞夫化身摄影师 阿公阿嬷穿着重新搭配的旧衣 以骨骤风格变身最朝复古网红 最大的改变其实我是觉得 他们产生了新的对自我的肯定 跟对自我价值的一个正面的态度 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 之前觉得自己老了嘛 我不能再做什么事情 可是他们是因为没有被告知说 你在这个年纪可以做这个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年轻过 我只不过是唤起他们年轻的记忆 不论是阿嬷的压箱私服 还是长期囤放客人未娶的衣物 经过瑞夫的巧手穿搭 旧衣睡变成新时尚 改造成功之后 阿公阿嬷也因此有了更多勇气 挑战许多人生第一次 到棒球场开球 担任时装周大使 万节阿公和秀儿阿嬷 这对全台最时尚的老夫老妻 从洗衣店走出来 以一颗年轻的心 重新找回生活乐趣 这种无惧突破的勇气 渐渐感动无数人 他们专属的社群媒体 不只有穿搭照片 也倡导环保永续精神 吸引全球各地 超过六十七万粉丝追踪 温孙使用资料脑溢的 我当然要把帮助 要扶化起来 就是为了要鼓励温孙做得好 我一定配合他 因为万少阿嬷身体不舒服 所以今天由我来代替他当女model 带大家看到旧衣新穿 循环利用 可以变出哪些花样 为了重现阿公阿嬷的经典合照 我们还原拍摄现场 惊艳老到的万吉阿公 神情丰富 驾驶十足 阿公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都是这样拍照 摆那些拍照 随便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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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又可以 随便的 随便一直被插手 我都会提供 对 大家都在洋蔚 我也都会 像这个手术 这一样 随便 遗传了 对啊 遗传 不只在瑞夫身上发生 弟弟瑞文也全呈万吉阿公的 洗衣店绝活手艺 兄弟兩分工 瑞夫負責對外聯繫 原本在台中市工作的弟弟瑞文 曾是返鄉接手洗衣店 跟著阿公從基本功學起 真的不簡單 雖然說從小都在這個環境 但是其實它還是有很多的細節 你還是要去特別研究 然後我還有去上一些相關的課程 也希望可以改變就是大家 對這種傳統洗衣店的一些印象 漂亮 這個日本有學起來嗎 這一招還沒 還難 一件事 萬甲工作了超過一甲子 這樣的職人精神 召喚回異鄉的孫子 家比從前熱鬧 也更有溫度 從小就很叛逆 然後又不喜歡在家 但是就是在外面不管你犯什麼錯 家人都永遠都會 就是 就是會接受的人 他們都會在後面幫我這樣 對 所以你現在也想要回來為你們家 對 能夠把所學用在自己的家鄉 用在自己的家裡 甚至改變家裡的關係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萬秀洗衣店就是想要把各種 不一樣的精神 各種不一樣的記憶 物品 人 他的生命價值延續下去 那個時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我哥哥 在最後那一批的兵 要去打阿兵哥 小時候他也叫我唱哥哥 88歲的范竹華 大家都叫他竹葉青奶奶 軍職退休的他 雖然不是職業演員 卻有豐富的舞台劇經驗 這次參與果陀劇場的新戲 八有四分之三 衣服修改鋪 演出自己的故事 我本身的哥哥 真正去當兵 他從小最同我最同我 這樣子演出來有沒有特別有感情 有感情懷念我哥哥 我感情我哥哥瞧鞭子去了 做夢也會做到他咧 我說哥哥我在演你 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那些演你來的生命經驗裡面 其實有很多是 我不要說是在教學 其實有很多是可以告訴我們一些 文化的傳承 或者是時代的意義 那其實這些東西 是可以讓我們更能夠體會 祖孫之間的溝通 是有時候是很重要的 你跟我找到媽媽 我就把衣服還給你 2005年啟動的活化歷史計劃 利用戲劇元素引導爺爺奶奶 向年輕世代分享自己的神明故事 並且搬上舞台劇 經過專業指導訓練 裝備們在台上找回了自信與風采 跟他們這塊兒覺得他們很活潑 好像是有回復了以前的年輕的時候 有看到他們蹦蹦跳跳 想像我們在小學的念書室 蹦蹦跳跳的樣子 覺得很開心 一起拍戲很好玩 什麼故事啊 你這樣對什麼 呃 一向是什麼 像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你們有辦法想像嗎 對 跨世代的演員攜手演出 透過互動彼此了解 而這一次的表演 背後還有另一個跨欲合作 萬秀的舊衣服 一些老的衣服 然後也去果頭的服裝間 拿了一些他們以往表演的服裝 再加上一些演員自己本身 他們自己的師傅 來做混搭這樣子 你年輕都戴著帽子 現在都不老了 你年輕都戴著帽子去哪裡 我記得 新聞記者 我40年記得 都40年 戴這個是採訪新聞 對 萬秀洗衣店團隊 為舞台劇設計服裝 特別的是他們不訂製新衣 而是利用原有的衣服配件 重新混搭 再創就醫價值 我們都透過長輩 然後去傳遞一些真實的故事 讓各種物品 人事物 延續他生命的價值 這其實就是萬秀的精神 那我們就發現 其實國外歷史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也看到更多長輩們 他們願意跨出 他們人生一步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還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工作 今天的事實上 真的是讓我驚為天人 他們的創作方式 比較像是如何就 呃... 現有的就衣 或者是... 對 我覺得是在衣服本身上面 真根據他的特質 在做特質的延伸跟變化 處處充滿驚喜 原來以前有穿過這樣子的衣服 年輕的時候 當然有啊 對 年輕的時候流行什麼 就有穿什麼 對啊 大家都是一樣的 呵呵呵 大家都是過來人 過來人 對啊 當你看到一群年輕人 很像我們一樣的年輕人 願意為了一群老人家 然後 take care 他們的一切 我覺得這個精神 反而是更應該被看到的 因為這也是現在社會上 很少年輕人會想到的事情 這才是我最感動的地方 不是老 只是歲數大 就像舊衣也能新穿 找到再生價值 繼續綻放光芒 而年輕世代 積極主動和長者互動 就能從中 挖掘無價的人生智慧與經驗 當年齡不在時距離 有了彼此的陪伴 讓生命更加璀璨